加入当归枸杞熬制成的汤底 把拳头大的白虾用大火翻炒 不到一分钟美味快速上桌 一整块新鲜松板猪是煎煮炒炸好帮手 但走一趟传统市场 必备年货干贝乌鱼籽 整补比同期多了一到两成 因此双圈喊出逆势抗涨 推出六菜组合只要3600块 推出这个非常平价 非常平价的一个年菜 老板稍微辛苦一点 就是不要涨价 微炉嘛一年只有一次 民生物资涨个不停 就怕民众涨价感太重 因为从进口牛肉飙涨五成 这一道国产肉条一包200块 涨到250块 钱包越来越薄 但该买的却不能省 年菜也是涨 每年都会涨 多多少少都会花一点钱 去买 一千块一开就没了 钱越来越薄就对了 然后年轻的薪水也没涨 看看小小摊位 人潮络绎不绝 有酱爆螃蟹 东坡肉 还有鲜嫩Q弹的冰糖酱鸭 但这坡种事却从大餐厅 收到小摊生 牛肉长得很多 其实应该长了三坡了 对 那其实像鸡鸭鱼肉 其实每样都长 这包括青菜也长 我们今天的年菜跟去年年菜价钱是一样的 是疫情这样子 其实大家就是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也者说战神西中成本动涨 也额外推出真空包装宅配 或满额限量赠送商品券 大抢围炉上亿商机 另外饭店也推出早鸟优惠 台北花园大酒店 单点年菜150元起 满额赠送餐券 想到饭店内围炉 天成推出十道菜一万两千块起 还有日式气氛浓厚的大仓酒盒饭店 到明年1月15号前 年财套餐只要一万五千两百元 饭店积极推优惠 不跟着掌声响起 但就怕某些业者联合哄台价格 政院派出调查局 联手夺个部会 成立物价联合 鸡茶小组 要来查肉价菜一价 要让民众过个丰盛好年 否则吃一顿年夜饭 反倒让荷包大失险 欢迎收看蔡宇志 陈明珍 台北采访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矢 alum股不肯ab戴 得看东亚震通胎 明珍 我认识看 Palabot 很多人就再带你